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7月8日遭到枪击身亡 葬礼在12日举行 安倍的邻车在日本时间2点38分左右 从东京增上市出发 安倍晋三的妻子安倍昭慧 手捧牌位表情哀妻 送亲爱的丈夫最后一程 增上市聚集了大批的民众 顶着高温排队献花之意 台湾以降伴起表达致哀 总统蔡英文赴台日交流协会进行追思 副总统赖清德以私人名义赴日 并以家属亲友的身份 前往安倍家上乡调宴 由于这是在1972年 台湾与日本断交之后 50年来最高层级赴日的台湾官员 日本媒体也特别著名 赖清德是台湾副总统 台湾的赖清德副总统 台湾的赖清德副总统 午后安倍元総理的自宅 一向对政治冷淡的台湾和日本艺人 也难得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哀悼 谢谢安倍晋三这一生的贡献与付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